为香港年满65岁长者而设的终身年金计划 经三星期的认购 8月9日停止网上登记 香港年金公司公布 共有9410宗申请 总认购金额4.49亿港元 反映不如预期 未及100亿发行额度的一半 约六成申请人为65至69岁 年纪越大越少人申请 对于此结果 年金公司总裁刘应斌重申 100亿港元并非发售目标 而是因应风险所制定的认购上限 政府推公共年金并非短期计划 未来将继续进行销售 但暂时没有下一批金额的具体计划 我觉得现在 今次这个反映 市民或者长者 他是谨慎 冷静 多过是说冷淡 我们定那个100亿也好 或者200亿也好 那个是其实我们一个 风险管理的一个限額 是一个上限来的 其实我们没有预期超过 而且也应该这么看 是不应该超过 不然的话 就是可能超出我们那个 譬如资本 就是能够去承受 或者去管理风险的能力 所以今次我们觉得 就是他们都是 就是认知慢慢的提高 而反映出来 这个反应呢 其实我们是觉得 是一件好的事来的 就是变成不是说 一波风很热冲 来到去做这件事 是减低了 相关的风险 也都比这个产品 和这个市场 日后有一个更加 扎实和健康的发展 因为总认购额低于100亿元 本次所有申请人 可获全数分配 申请的长者 最快10月底 可取得首份年金入息 超过一半人认购 多于50万 约三成人投保100万元 刘应斌表示 可见特定人群 对年金的需求量很大 他同时认为 社会上有一些 对年金的误解 相信市场需要时间消化 比如回本期 和内部回报率 其回报率 在同类产品中 也很有优势 而且由于是政府牵头的计划 年金免征管理费 我们其实在一个计划底下 是没有收取任何的手续费 或者是基金的管理费 我们收到的保费 是会交给外汇基金 就是金局的外汇基金 来作长远的投资 在里面 外汇基金的方面 都是没有收回 我们连金公司 任何的一个管理费用 目的都是希望 我们做到低成本的运作 给到大一些利益 是给到投保人士